既然说过鬼故事 咱做一小游戏怎么样 什么游戏 咱们一二二四五个人 五个人 五个人 咱们一块讲鬼故事怎么样 怎么叫一块讲 记性的 怎么一块讲 就比如说 我说有一天晚上 然后他接着我这话茬往下讲 一人一句 自己编 看能编出一什么样的鬼故事 好 好 好 来 这么编 这好玩啊 好 来 一人一句 有一天 这什么音乐 这都不恐怖了 音乐发现一个压抑的 压抑点 精悚恐怖 对 放个压抑的 放个快开场的 悬疑 在午夜的走廊里 伸手不见五指 走廊里的灯 一昏一暗 像是连电了 这不是连电了 这是连电音了 这个时候 从走廊的尽头 走过来一个修理工 穿着紫色的大褂 他敲了敲房门 说道 是你们家 要修电路吗 是你们家吧 谁呀 门突然打开了 没有人 看见 空中 飘着一副假牙 这副假牙 到底是谁留下的呢 当时 门开了之后 只看到这副假牙 我当时 啥玩意的 是人吗 你 鼓来个庄 鼓来个庄 是人吗 鼓来个庄 大家好 有这么小的 就你还巴巴 给人讲鬼故事 你还给你吓成什么样了 这都 谢谢大家